唉 真的 趁还有货 买个Air 我觉得比时代真的划算很多 又有朋友们好久不见身想念 这里是真的 今天呢 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想来跟大家聊聊新的iPad 就是在今年11月18号之前呢 大家都还在说 苹果今年或许还会再有一场发布会是关于iPad和Mac 然后的故事呢 大家就都知道了 苹果敲咪咪的在官网上架了两款新的iPad iPad第10代和M2版本的iPad Pro 10天的时间过去了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很多关于这两款平板的介绍了 所以我也不用在这里太多的讲他们的优缺点啊 改变了什么之类的废话 就可以直接说说我的感想 那么 这个就是我的感想 这是我在10月20号 就是新iPad上架的第三天给我妈买的iPad Air 4 因为它在清仓 所以现在这个Air 4 比同配置的10代iPad便宜于52道 其实那天iPad发布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点小纠结的 但是呢 这点小纠结在我简单的去苹果官网对比了一下之后呢 我就很愉快的下单了这个Air 4 他们有同样的处理器 同样的Type-C 同样的后置摄像头 同样的扬声器 同样的指纹解锁 同样的续航 同样的屏幕分辨率 和同样的峰值亮度 不同的地方只是Air没有5G 同时Air的前置镜头呢只有700万 而且是竖着放的 它不是像新款那样横着放 就这两点啊 算是10代iPad的优势 其实我都不能确定这算不算是优势 毕竟Air更轻更薄 有更好的广色预显示 全天核屏幕 同时还是12代的比 就当天对比完Air 4 给我的感觉啦 就感觉10代的iPad才像是旧款 对 它多了5G 但是我想问一下 有多少买入门级iPad的朋友 会购买蜂窝式网络版本 对它有1200万超广角的 那个前置横着放的摄像头 确实是非常的好 可是呢 像我妈前置摄像头 存在的原因就只是为了FaceTime 我个人感觉啊 想要视频通话更加清晰 流畅的网络环境 其实比高像素的摄像头更加有意义 而且呢 它之前用的还是 这一个 一部5代的iPad 这一个摄像头 120万 对它来说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也从来没有抱怨过在FaceTime的时候看的不清楚 所以其实如果不是因为这次iPad换了模具 它大概率都不会想换 毕竟这台5代的iPad还能升级到iPadOS 16 想想去年感恩节前mini6换造型卖了一波 两年前感恩节air4换造型卖了一波 今年双11和感恩节前这个第10代 换了个造型 很明显它就准备再卖一波 每一次苹果的换壳基本都能刺激下这个销量 不是说内在的升级不重要 只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就大部分对数码不感冒的人来说 外观的设计才是更重要的东西 相比之下 像全贴合屏幕广色域显示这些 基本如果不对比 就不太能马上感受出不同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是没那么重要 就拿我妈举例吧 这个5代的iPad A9的性能 对于只是用iPad来看小说和看视频的它来说 就绰绰有余 就9.7寸的屏幕 指纹有点多 就9.7寸的屏幕 其实它也没有觉得小 就你如果这样子 摆在一起表 它当然是小 但是 但是呢 如果把这个拿走 单看这一个的话 它也没有觉得小 至于非全贴合的屏幕 就算是现在它已经用了几天这个Air 它也没有觉得这个屏幕有什么特别的 简单来说 我就问了它一句新的iPad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它的原话就是 没什么感觉 感觉都一样 所以说诺基亚是对的 科技以换科为本 这句话真的是 真理 这个真理呢 苹果其实一直也都懂 远的 以前iPhone S代和正代的销量 正代的销量 往往都是领先于S代的 然后往近看 大家可以看看13英寸的M2 MacBook Pro 扑的有多惨 对吧 所以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新的时代iPad销量其实应该还是会不错的 特别是马上就要到年底的购物节了 很多人都会直接去商店买一款最新款的iPad 当他们看到第九代iPad和第十代iPad的时候 我觉得大部分不了解数码的人应该都会选择第十代 就你自己看看这两款在手上你会选谁 对吧 明显就感觉这一个就是旧时代的残档 而且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就当购物节来临的时候 这第十代的iPad应该会有50刀左右的折扣 来到399这个价位 因为其实在这个iPad推出之前呢 有很多科技界的大佬都预测 这一个iPad的售价应该是在399 你看是不是感觉399有点东西 苹果聪明吧 把399的东西先标到449 然后再捡回来 让人觉得赚了50块 他也赚到了他理想的价位 皆大欢喜 大家要说一下 这只是我的个人猜测 而且我的猜测是以不准文明于我的朋友圈的 所以如果没有折扣的话 我在这里也说了 他可能不会降价 就是说了等于没说 反正我这波永远不亏 他应该不可能加价吧 至于新的iPad 换了Type-C之后 没法给一代笔直接充电这个事情呢 我尝试洗一下 就是你们不能怪苹果 你们一开始是说这个笔直接插上去 太丑了 现在就给你们一个选项 花钱买一条线研出来 再充电 就可以放平充电了 当然了 你以前也可以买一条延长线这样充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说以前不愿意买是因为可以直接插 没必要浪费这个钱 有点多余 对吧 但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能直接插了 要买转换头了 所以如果不想那么丑的话 要加一点点钱 换一条线 对吧 反正呢 我就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第一代笔的库存到底还有多少呢 就Tim 你到底知不知道现在这个二代笔 其实比一代笔还便宜10刀 至于iPad Pro 我其实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就是真的有多少人会长时间 只用一台iPad Pro来办公的 就是只用iPad不用电脑的 就到底有多少人 我估计应该不多吧 因为我身边就没有这种人 那我自己就很明显不会是这种人了 其实我之前是尝试过用iPad来 就写稿 但也不能说我不用电脑 就我只是尝试用来写稿 但发现呢 好像在电脑上面打字 会更舒服一点 因为电脑屏幕更大 打字键盘也更嗨 而且 就iPad Pro 它真的很贵啊 11寸的799 12.9寸的1099 而且都还只是128GB 再加上一个价格不菲的键盘 就如果你真的是要拿iPad Pro来当生产力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会要买一个键盘的对吧 所以加上这一个键盘之后的价格 你为什么不去买一个电脑呢 就现在这个新款的M2的MacBook Air 起步价 比12.9寸的Pro还便宜50刀网 屏幕还大一点 硬盘也是256GB起步 同时呢 它的续航也更长 而且它是一部真真正正的电脑 对吧 而且这只是说苹果电脑方面 如果你可以接受用Windows的话 那你的选择那就是 一大堆 对吧 比如说这一台惠普15寸的 12代i5 512GB硬盘 有独显 还有144Hz的高刷 价格才480 这个时候 如果你真的还想要一台iPad的话 用剩下的钱去买一个普通版的iPad 我觉得比你买一个盖板的最便宜的11寸的iPad Pro 再加一个最便宜的键盘 都还要便宜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 就是 怎么办呀 怎么办要买iPad Pro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呢 iPad Pro 它现在可以做到ProRes视频的拍摄剪辑 观看一条龙还是非常的强 不过问题就是不专业的人是不会用到这个功能 那专业的人我个人觉得也没有多少人会用它来拍摄 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 就除了真的是在帮苹果拍广告之外 应该不会真的有人拿着这一个iPad出去接活吧 就你拿着这个iPad出去接活 你该怎么跟甲方报价呢 人家问你用什么设备 我说我用iPad Pro帮你拍了 就好像不是很Pro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我们就下期再见吧 拜拜